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叫暴力 对 名字听上去蛮暴力的 但其实真的很温柔 对 OK 知道我小伙伴都知道我很温柔 我的一个演讲主题呢叫做健身革命 Revolution 大家想象一下 说到革命 大家觉得想到哪几个词呢 留学 哦 很残酷啊 的确是 首先是不是会有怎么样 压迫 才会有反抗 才会有斗争 最后到什么 走向胜利 对吧 对 那我的人生中呢 其实也经历了这几个阶段 所以我戏称为我的健身革命 那最终呢 我获得了胜利 我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我站在了大家的面前 对 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故事分享之后 也能怎么样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传播给更多的人健康知识 好吗 OK 好 那我们开始 在我的人生中呢 其实有四个重要关键时间点 四个key word 那就是自卑 蜕变 蜕变 坚持 和自律 首先来说说自卑吧 大家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压箱底的四方招 那不是 那是暴力 OK 对 先看看左边那个 瘦猴吧 对 我把他像瘦猴 我呢 有183厘米的 183厘米的身高 那我的体重 当时最粗的我只有多少 54公斤 也就108斤 大家不知道吧 这是我的第一个小秘密啊 我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好不好 很瘦 而且呢 没有自信 也不愿意在很多人 像今天这样 那么大的一个场面上去讲话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非常害羞 非常内敛 所以当时的刘海怎么样 是盖下来的 现在刘海怎么样 梳上去了 我觉得刘海输得越挺的人越自信 对不对 以前就是把脸越遮越好 不要露 OK 然后呢 这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过程 那后来呢 其实身体上就是体弱多病 这个不用说了 最严重的一次呢 我得了气胸 大家知道吗 气胸 我当时应该是17岁左右 气胸 肺泡破了将近近近了50%的空气 然后当时 我直接是第一次乘坐的120 作为一个花季少年 在120上 对我的想法真的是蛮复杂的 我在想 因为我当时气胸 大家知道症状是怎么样 完全没办法呼吸对不对 吸着氧气的我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我的整个就结束了 有可能 我今天有可能就跟整个世界 say goodbye了 虽然我只是花季 真的很怕当时内心 但是后来还好 医疗水平特别地棒 帮我恢复了 那在这个过程之后呢 我给自己下立一个决心说 我要改变 我一定要让自己 首先变得健康 对不对 我没有想过 我会变成一个 肌肉型男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事 我只是希望我能活下去 所以我开始了健身之旅 但是大家知道 非常瘦 我当时的力量几乎就是一个小女孩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没有变身前的美队 对 一点力量都没有 但是我不像美队那么幸运 可以注射一个什么瞬间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得每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去训练 努力地去撸铁 去锻造我的肌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起初的两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没有力量 所以我的进步非常的慢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后来想象让自己去多学习 所以呢 我就去报考了很多健身的一个专业的机构 也取得了认证 最终帮助我找到更多科学的方式 去怎么样做科学的训练 帮助我更快地能达到怎么样健康的体魄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 我的弯路少了很多 所以也让我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 那我也希望我能变成健身教练之后怎么样 能传给更多的人 去帮助更多的人 所谓吃不胖的人也好 所谓身体不健康的人也好 变得更健康 更有心 对 那 谢谢 那在将近十几年的健身生涯中 那我也非常荣幸的 后来呢 我创立了自己的一个健身工作室 那目前在上海已经有两家了 那成为所谓的老板之后 就意味着什么 出现了过劳肥 那么接下来 肥宅版暴力出现了 那个大胖子就是我 104公斤 208斤 对 我称之为过劳肥 那当然 我变得怎么样 懒惰 爱吃夜宵 原本自律的生活完全没有了 我觉得好嗨 因为我觉得原来可以吃 半夜吃烧烤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天天喝水 我开始有点叛逆了 所以我每天只吃甜食 我就吃猪肉 我之前都不吃 我就吃高油高盐 我觉得爽的东西 我开始报复自己了 好了 相应而来怎么样 身体也报复我了 所以呢 我知道这么下去是不行的 因为我还是健康产业的人啊 我不能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去传道解惑呢 对吧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持有自己一个role model 如果你现在特别的肥 你去跟人说养生 他们会天儿你吗 不会 所以还好我性命教练 所以我知道的方法 怎么样快速地变回来 而且我还有两个秘密武器 大家想知道是什么吗 稍后揭晓 好了 接下来 哇哦 对我自己也哇哦了一下 对 吴彦祖是吗 谢谢 接下来呢 通过秘密武器 也通过怎么样 专业的训练 科学的训练 我又恢复到了 甚至比以前更好的身材 自卑 蜕变完了之后 要干嘛 我们要坚持 要自律 对不对 那对我来说 真的非常难 因为我看了一下 我的一个航天记录 我近半年 有可能飞了五六十次了 甚至于 每天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空中飞人 对吧 那大家知道 经常出差的同学应该知道吧 空中飞人最难的是什么 醒来后想想在哪 第二是你会去到各个城市 有各个美食引诱你 而我 又必须怎么样 得忍住 真的好残忍 真的好残忍 我知道那个过程 那么 当然 每天的重训也是怎么样 我必须得坚持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些照片 我每天坚持训练和每天的自律 才能使我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积极的状态 去怎么样 给更多的人去带来健康 分享健康 所以呢 刚刚说了 其实光自律跟坚持是真的很难的 因为我也是人 也有七情六欲 我不是个机器人 对不对 我不能说 我真的看到那些美食 我完全一点都不想吃吗 这是骗你们的 我也想吃 我甚至胃口比你们大很多 我有可能吃个马卡龙 你们尝一个 我得吃12个有可能 对 我觉得好爽 这个了解我的同事应该都知道 伴随到了今天保持良好的身材 保持较低的体脂率 站在大家面前 那就是健康的健身观念和什么 优质的健身补给产品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想说一个健康的健身观念 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 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大家能告诉我 肌肉有什么好处吗 你们已经讲了第二层了 先说第一层 肌肉含量高的人是不是很有型 是不是很好看 没错 这是第一点 它一定是好看嘛 对吧 所以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出 我们的脂肪其实是没有形状的 有型的是什么 是肌肉 同等比例下肌肉含量越高的人怎么样 你一定是越有型的 所以如果我是85公斤 大家觉得我像不像85公斤啊 不像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全是脂肪的人那怎么样 那就已经是很夸张了 OK 所以我们第一点 要知道肌肉的重要性 那么好 第二点 当然就是刚刚各位说的怎么样 肌肉的第二个好处 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好处 就是可以帮助怎么样 提高基础代谢 帮助你彻底变成怎么样 异瘦体质的怎么样 一个关键点 那什么是基础代谢 通俗的话解释一遍给大家听 那就是每天早晨醒来 你自身怎么样 什么都不用干 你只是躺着 它自身会消耗掉的热量 对不对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现在有个蛋糕放在我的面前 你的基础代谢只有1200 我如果是2000 那我同样去吃这个蛋糕 也许你需要怎么样 六个小时才能带下掉 我有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懂我的意思吗 对 所以说基础代谢 越高的人怎么样 就越划算 对吧 这才是帮助你真正怎么样 跨过平台 去成为怎么样 异瘦体质人的最重要的点 所以呢 管住嘴 迈开腿 就是我们怎么样 体重管理的不二法门 那么力量训练可以帮助怎么样 提升基础代谢 而基础代谢 是体型管理方面的一个核心观念 明白了没有 对 那所以呢 我举个例子啊 我在健身房 特别是国内的健身房 大家我知不知道啊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哑铃区域啊 好像最重的才25公斤对吧 而且甚至于我们的哑铃都积着灰尘 有没有发觉 而我们的跑步机是不是都很干净啊 诶 我去了那么多酒店 那真的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国人的观念认为 减肥就是跑步啊 他们没有考虑肌肉的问题 你跑步又怎么样 你跑步结实瘦下来的极有可能是你的肌肉 对吧 你掉的是你的瘦体重 你只是从一个XL号的怎么样 胖子变成一个M号的胖子 变成一个S号的胖子 而已 但你还是个死胖子 你们太care什么 体重数字了 很重要吗 你每天出去跟闺蜜聊天 或者跟朋友聊天 说我还在数字 你看我现在45 有必要吗 我觉得没必要 人家第一看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行 谁管你多重啊 就是这样 对吧 你有马甲线 你就算60公斤又如何 你今天是40公斤的体重 你都是一个大肚男 你又怎么样 对吧 所以没有意义 OK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这个观念 我希望大家 从今天走出这个课堂 我也希望大家传播更多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 提高基础代谢 成为益手体质 才可以帮助你怎么样 保持漂亮的身形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然反弹真的很快 OK 那么这边有一个小贴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张图 左边那个是谁 右边那个是谁 LeBron James 对吧 他有113公斤 有2000色的基础代谢 左边那个大肥宅 将近有130公斤 2700 但我前面刚刚是不是说过一个点 说基础代谢越高的人 体型越好看 但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OK 我来告诉大家 其实呢 首先我们要先一个观点是 基础代谢 也不意味着怎么样 你越高就拥有较高的 一个比较好的体型 因为最主要的体型 要看的是什么 肌肉和什么 体质比 对 而LeBron这个基础代谢 在他这个体重的怎么样 一个范围内 其实属于偏高处了 OK 但是这个死肥宅啊 在这个体重范围内 2000起有可能在偏低处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他要变得更有型 有可能他甚至要上3000的基础代谢 懂了吗 OK 所以也不是盲目地说 基础代谢越高的人 他一定身形越好 而越好看 身形要看的是什么 肌肉跟体质比 两者都得要一起抓 好吗 我的秘武器是什么 大家觉得 就是力量训练 提高肌肉 提高基础代谢 传播一个正确的健身观念 那么这边呢 再为大家说一个小的知识点 那即使足量补充乳氢蛋白 才会显得怎么样 塑形更有效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运动后30到60分钟 要黄金时间补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运动 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过程 其实是一个撕裂过程 它是一个破坏过程 你在健身房当中 练两下是不是冲血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变壮了 瞬间有没有这样的男同学 就觉得瞬间撞了对不对 但其实这是假象 只是冲血 你要真正拥有该怎么办 补充怎么样 营养 但是有多少男生 力量重训完之后 觉得好辛苦 回家补充的是火锅的有没有 回家补充的是啤酒的有没有 那恭喜你们 肌肉没得涨 涨了全身脂肪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练了老半天 怎么我还是这样 这就是道理 所以我们要快速 有效的时间怎么样 补充我们的乳清蛋白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 难道你在你练完之后 双手无力的情况下 再做一顿牛排吗 所以对不对 蛋白粉尤为重要 那么数据显示 每次补充20克的乳清蛋白怎么样 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你提升 怎么样肌肉的怎么样效率 OK 所以呢 挺可爱的啊 所以呢 在拥有秘密武器的形容下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可以 一直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甚至于八年到十年保持这样的身形 站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 你们也可以拥有这秘密武器 然后也变成怎么样 像我那样每天充满电的怎么样 变得更有形变得更有效 我也预祝你们能遇到更好的自己 谢谢 谢谢 我的分享完了